为了展现同学们三年来的学习成果 大甲国中美术班 今年毕业连展移试到清水港区艺术中心举办 校方表示学生们透过水彩版画 还有复合媒材等多元创作形式 呈现出年轻学生对生活事物的看法和观点 让人为之惊艳 墙上挂满一幅幅画作 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欣赏 大甲国中美术班今年再度将毕业连展 移试到清水港区艺术中心举办 今年展览主题为任所事 引用自佛教经典 象征学生无论遭逢何种困难 皆能自在安住 人生如此 画意如此 我们的学生应该是 他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困境 那也想到怎么调试自己的心境 去做时间管理 让我们大甲国中美术班的学生 可以呈现两者兼具 那每一个类别都是他们透过认所事 这样学习所得到的技巧 然后跟对环境的感知 对生活的体悟去融合而得的结果 校方表示今年学生创作相当多元 像是有学生运用瓦楞纸等 曾祖母家的街景一角 希望把珍贵的童年回忆给保留下来 这幅画的景色呢 其实是我在我曾祖母家附近的一个景色 它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落 可是每当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想起那些曾经跟曾祖母的一些回忆 放松又会让我联想到大海域 所以我变成这样深海里面的一些生物 加到这张图画里面 然后加上我个人自己比较偏欧美系的风格来去做组合 而整张图呢则是由水彩来去做打底 麦克笔来去一些细节的修饰 还有一些广告颜料来去让整体增加立体感 可以看到图上就是颜色 色彩是偏缤纷的 然后希望透过缤纷颜色还有慵懒 人猫慵懒的姿态来向大家呈现一个悠闲 然后轻快的感觉 细腻的作品呈现不仅令人印象深刻 也让人看到年轻学子丰富的创作力 校方也表示 专期自即日起到3月28号为止 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用行动支持未来的艺术新秀 据成武汉台中采访不到